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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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应该还有申申 还有田振老师 他们因为有工作 所以今天不能来到 这一期的时光音乐会 哈喽 哈喽 月姐新年好 阿渡老师新年好 胡小夏新年好 以及我们所有的时光好友们 新年好 还有我们时光音乐会的 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新年好 祝大家大年初六 喜气洋洋 六六大顺 新的一年财神福神对你笑 生活顺利处处 好 谢谢圣圣 谢谢 我想你 太贴心了 快回来 而且我也知道 今天的音乐会 会有几位实力唱作人 来给大家拜年 说起他们 一定算得上是 我们很多人年少 音乐世界里 最深刻的时光符号 所以今天的音乐会 我也会演唱他们 其中一位的代表作送给大家 那不如赶紧请他们出场吧 开始今天的音乐会啦 华语乐坛 幸运快乐 幸运快乐 新年快乐 幸运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幸运快乐 新年快乐 都是在他们青春期 大学 高中生的时候 这个时候音乐 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你们的音乐 是在他们的时光隧道里面 是留下那一刻瞬间 谢谢 太开心 我在唱学那会儿 真的每个人 心里都有一首男权妈妈 而且是当时对接暗号的 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我唱一句 下一句一定会接上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次绝不放手 直接就会能够对暗号的一个程度 因为大家都会唱 我的青春那时候都听 男王姬晓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南权妈妈老师 就是为什么会叫南权妈妈呢 对啊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问 因为杰伦是我高中的时候学长 其实这个名字他取的 他高中的时候笔名就叫南权 因为当时杰伦是因为父母离异 所以他其实是跟爸爸住的 然后他在想念他妈妈 就写了南权妈妈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就成团的时候 杰伦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南权妈妈它是一个结合 就是南权是创作音乐的力量 那妈妈是那个温馨 那个感动的温馨这样 冰冰哥那可是我的音乐企吗 真的吗 十几岁你记得 你知道有一个动画片吗 我为歌狂 对对对 九首OST都是冰哥唱的 音乐才子 而且它是中国第一部 以校园音乐为题材的 这么一个动画片 阿渡 你跟他们谁熟 九折 之前他是马鸡组合的 对 那之前就看他很可爱 胖胖这样 2006年的时候 变成最佳男歌手的 那时候跟他提名的 有林俊杰的曹操那专辑 然后还有陶折的太美丽 吴克群的江金律 最后 最后还是 得奖了 我到现在还是很不好意思 JJ 我不好意思 五克群我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很开心 拿到这张票 怕这堂喝简醇 欢迎来到 菌乐宝简醇酸奶 独家冠名播出的 时光音乐会 各位将演唱 三位实力唱作人的代表作 并和原唱组成一队 共同完成华语金曲 猜歌挑战 霍正队拥有优先演唱权 现在是要分组对吧 作为安排 我跟胡夏 还有你们 咱们是一组 好吧 那你们这个组叫什么名字呢 男权妈妈队 因为我们都唱男权妈妈的代表作 我今天唱的是冰哥的歌 那我们两个一组 叫冰冰哥队 叫冰冰哥队 叫我们说的都对 好 我们说的都对 我们就李久泽队 争取赢得一次的演唱权 好 你看我们两队加起来 还没他们认读 冰哥是两个人啊 郑姐在你们队 对 深深在你们队 所以你们是三个人的力量 那也没有我们人多 我们还是多一点点 请完成方言接唱金曲挑战 请听方言领唱 喊出我知道接唱下一句 率先猜出两首歌曲的队 获得优先演唱的机会 我们的领唱将由一位熟悉的朋友担任 谁啊 请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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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生 想个是很 当个别个TV 想个是很 到够里跟阿俊里边 阿俊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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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个老口了 老口了 请接唱 我出来 我出来 我知道 我知道 想你是你的眼前 传奇 传奇 我知道 我俩都知道 姐这算你的 我都同意 对了 接唱 要接唱 要接唱啊 不要太开心 想你是你在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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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胡夏回答 想你是你在眼前 回答错误 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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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知道 是在 想你是在 想你是在 回答超许 等会儿 要按照吧 等会儿 心尖 想你是你在心天 不是尖 回答正确 你你是 厉害厉害 恭喜男权妈妈队 获得一瓶简纯 小你是你在心天 这辈子不会忘记了 我觉得我出的题目 特别特别难 所以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所有要为难你们的想法 都是基基老师拜托的 大家有什么事情 去找基基老师就好了 下一题请听题 如果你个简算个爱 我有五个好杯爱个喽 沙沙恩个慷慨 请接唱 哎哎 旋律旋律也熟但是对 我知道 杜克知道 哎哎什么 杜克 我来说算爱 答答我以为答答 你们路尔达的回答超实 跳好难哦 我知道 真好 感谢你的慷慨 是我自己活该 回答正确 哇 我们终于可以唱歌了 恭喜男权妈妈队 获得优先演唱的机会 你们先唱吧 我就很想听原唱 好 好 那就我们来吧 好 来吧 我们都太期待了 这首歌应该算是我们 就是第一次获奖的歌曲 很有纪念意义 对 那这首歌我们为了这次的表演 有加了一点点的小改编 我也加了 因为我们十五年 没有一起唱这首歌 十五年 这首歌是十五年前写的 更久哦 我们是十五年前 没有一起唱 十八年前 十八 那我们就带来这首 牡丹江湖 来 欢迎 好 谢谢 期待 期待 欢迎男权妈妈牡丹江 完成一晚的桥梁 倒影在这湖面上 你从哪头瞧着看 月光下 一轮美满 青石般的老街上 你我走过的地方 那段斑驳的转强 如今到底什么样 我们是男权妈妈 在这里唱舞灯枪 让音乐重新编织成一幅温暖的画 上月花的石架开 又很想念的她 想念的家 怎么多年过去 虽然很少回家 你依然每天在半夜点燃烛光 是怕我突然受伤 下了家 谁在门外唱那首 木丹江 我聆听跟上你声音 有阳风铃 要关进嘴响 脚边的小圈装 无水满南响 谁在门外唱那首 木丹江 我叫父亲相众 想你身后 思念的光头尽双 银白色的温暖 刷在人生的窗 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 回不去的名字叫家相 谁在门外唱那首 木丹江 我聆听跟上你声音 有阳风铃 要关进嘴响 脚边的小圈装 无水满南响 谁在门外唱那首 木丹江 我叫父亲相众 想你身后思念 的光头尽双 宁白色的温暖 杀在人世 木丹江 我来几个儿玩 小鱼儿风山 穿儿在门不喜寒 老月亮 穿望不兴光 给爷爷下了 酒和一碗家乡 木丹江 我来几个儿玩 小小蜜蜜蜂 狂暗在门没空中 老月亮 穿望不兴光 给老老熬唐 喝一碗家乡 好听 好听 牡丹江 特别献给孙月姐 因为你是黑龙江人吧 对啊 谢谢 这是我的新年礼物 其实我觉得我最喜欢里面的两句歌词 到不了的地方都叫远方 回不去的都叫家乡 这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应该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 哇 谢谢 感觉回到了上学的那个年代 而且今天是时光音乐会的特别版牡丹江 因为中间那段跟以前都不一样 谢谢 但我今天想要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后面不是唱了一段童谣吗 那段童谣其实是本来没有就是要被改掉 然后被杰伦保回来 他说这段很可爱 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说我们到底那些加了儿子的 有没有唱对 对不对 我觉得你儿化音说的还是很好的 所以是每一段话加一个儿就是儿化音吗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前面你们就要刘海吧 我们叫刘海 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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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管那个叫屁帘子 什么 哈哈哈哈 屁帘子 九泽哥你能说什么话音吗 馅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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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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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饼 馅儿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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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我们开启新的一轮游戏 叫做我画你猜 我画你猜 我接下来会画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喜欢的一些歌 我的画画技术非常非常的精湛 你们不要害怕 一般人 都猜不太出来 第一题 加油 加油 加油了 这个我们加油 这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送分题 非常非常简单的 请答题 太难了主要是 我知道 纽约的司机架着北京的梦 回答错误 我知道了 我知道 我回来 躲在车底嘛 对不对 他一定很爱你 你太聪明了 我画的这首歌就是阿渡老师的 他一定很爱你 我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车里 你那人破的太不像了 恭喜阿渡获得一瓶剑纯 我们一分了 下一题 这个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大的送分题 哎呦 哎呦 该不会 跟鱼有关系啊 跟鱼有关系 下鱼 我知道 鱼一直下 回答错误 哎我知道 下鱼天 回答错误 哎呀和鱼 生生你这话 鱼中间还有一个啥 鱼加雪吗那是 那不是雪 啊那 这我知道 太阳风 回答错误 哎呦 我知道 阳光总在风雨后 没错就是徐美静老师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我们追上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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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题 这一题 这个我觉得你们应该一秒答出来 如果不答出来会非常非常难堪 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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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答题 哇 哇 口吐吐 哇为什么要换黄色呢 跟颜色有关系 那是仙人掌吗 仙人掌啊 仙人掌是绿的吧 我知道 黄土高坡 回答错误 哈哈 那有个窗户 没有联系 窗户 那是个窗户还是个口 那是个窗户还是个口 它感觉像个电信飞机是吧 这我们就不会了 这很难 有点难 有点难 哈哈 这是什么 我放弃了 正在现场 这太难了 公布答案 我画的就是郑姐的好大一棵树 你那是树吗 这哪里像个树啊 哪里像树啊 就像两个土啊 首先我们看到一棵树非常大 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哇 然后你看就是哇 然后旁边这画的是就是你看它绿色的有叶子 然后 是一棵树 所以我画的是好大一棵树 你答对了吗 深深我没答对 他不对 这不可能答对这个 我们被深深深深的欺骗了 哈哈哈哈 下一集 为了让你们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还用了其他颜色 哎 我突然一会就觉得很简单了 对 我觉得月姐这考验我们一起录了这么多期的默契了啊 要这猜不出来我很难过的 这有苹果呀还是梨呀 这是地球 这是地球 地球 是吗 这怎么看出来是地球的呢 孤单北半球 一个人 我知道 改变世界 哦 啊 回答错误 哈哈哈哈 有点啊有点像 我知道我知道 孤单北半球 回答错误 怎么会想到那儿去的呢 有个小人啊 然后他的地球 飘过海洋来看你吗 还是 是有点不对 我知道 对对对 飘洋过海来看你 知道 哦 答对了 是飘洋过海 来看你 飘洋过海 这里有个人 来看你 哎 哇 厉害厉害 厉害哦 我捡漏 捡漏 我觉得这个难度直接跟画画有关 对对对 对吧 画的人 误导我 就这个 就这个那个 我都不知道它怎么飘过去的 恭喜胡彦斌队获得优先演唱的机会 请揭晓你们的演唱歌曲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 比18年前还久远 哇哦 它是一首有点R&B的情歌 然后那个时候我写那首歌的时候16岁 对然后它有一些千马行空的爱情的想象 然后这首歌里面会有很多的地名 都是那些非常美好的很漂亮的画面 哇 超时空爱情 哇哦 接下来有请胡彦斌为我们带来代表作超时空爱情 如果不是我们带来的 你想不相信我 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那时天很蓝风很大 阳光很烫的夏季 我跟着吊在树下 只长嘴底哼着贝多芬的原舞曲 你穿着白色随花洋裙 吃掉菜的溪水里 在紧紧感到的江湾 遇见也遇见你 你打着幼稚散 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多余 你的胭脂红唇 说话的那个离婚公里 就是穿成毒涯 这一次我也爱一颗印记 这些超时空的爱情 没有时间空间 任务低点距离 从上海北极 光州西藏门部的草原 普通龙荡枪水 拍拨再到纽约巴黎 东京开普顿 喜乐的海边 但是世界这么大 哪里才能找得到你 这二虎配得太好了 在心情感到的江湾 遇见你 你打着幼稚散 停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多余 你的胭脂红唇 说话的那个迷婚公里 就是穿成毒涯 这一次我也爱一颗印记 这一次超时空的爱情 没有时间空间 等我低点距离 从上海北极 光州西藏门部的草原 路的龙荡枪水 拍拨再到纽约巴黎 东京开普顿 喜乐的海边 但是世界这么大 哪里才能找得到你 嗚呼呼 作詞・作曲 李宗盛 这是暂时空的爱情 没有时间空间 任何地点距离 从上开北极 梦就是一个梦夺的杂丽 不断梦干下去 爸爸在大六月百里 冬季开不断 起来的海边 但这世界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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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才能找到你 谢谢 好听 太棒了 找到当年的你了 太精彩了 谢谢 太棒了 太开心了 太棒了 这首二人毕业的歌 它里面能加上二胡 一般二胡是很忧伤的 但是它这二胡 一点都没有那种忧伤的那种感觉 很好听 我喜欢这种兵 我喜欢这种兵 厉害 你十六岁 二胡就加进去了 你小时候学二胡还学钢琴 我都是自学的 天才 我都是自学的 然后二胡 是因为我们觉得 那首歌 因为这首歌的歌词 它其实有一些 穿越时空的感觉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它竟然有写到江南 然后打着油纸伞等你 所以我们才会说 它跟那个 好像流行歌里加这个二胡 会唐突 是因为我觉得歌词的意义 把这个二胡给押住了 会让你觉得 那个场景感 是完全是融洽的 我以后每首歌 一定会有二胡 怎么样 猜得如何 超不好的 超不好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 新的一轮游戏叫做 我画 你猜 但是这次的话是 我画 你猜 准备好了吗 这个很难 请听题 哈哈哈哈 你在干什么 先生 请答题 啊 一笑而过吗 一笑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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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来 一笑而过 对吗 回答错误 你不是刚刚说一笑而过 我不一定对 就是他先笑的 然后再指你们 我知道 应该是 快乐指南 没错 非常显而易见 我刚才出的题目就是 快乐指南 恭喜李久哲队 获得一瓶简纯 请看下一题 这一题非常简单了 不难为你们了 季季老师不要再难为他们了 哈哈哈哈哈哈 开始了 你在干啥呢 哭了又哭啊 我知道 什么 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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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错误 累他有差 累累 我知道 我知道 读哥知道 蒙娜丽莎的眼泪 没错 这一道题目的答案就是 蒙娜丽莎 哇 这也太厉害了 很棒啊 恭喜李久哲队 获得忧心演唱的机会 你们两个谁唱 我先唱 然后我今天要唱的歌就是 想太多 这首歌可能算是我唱的最多次的一首歌 可以说这个是李久哲的代表歌曲 然后到现在也是啊 我就 我就 做什么事情 哎 绿车车 想太多 绿车车想太多 哈哈哈 刚开始就觉得 为什么大家都骂我 想太多 想太多 做什么事情都想太多 后来我就是 大家的热情 然后很感谢大家知道 这首歌想太多 这个歌对我来说 就是很有意义的一首歌 然后 因为那个前面 有一段时间 我去年的时间 我没有发了专辑啊 然后一直很担心 是不是人家 已经忘记 忘记我 或者 不知道我是谁 我2019年 在台北的小鸡蛋 办了自己的 第一个个人的演唱会 然后就听到了 好多人跟我一起唱这首歌 我也是非常的感动 然后我一直哭 感谢大家还是 记得我 然后记得这首歌 大家还是记得你 哇 谢谢都哥 接下来 有请李久哲 给大家带来代表作 想太多 好期待啊 好期待啊 你笑着说 她是朋友 但你眼中太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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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不安 那么尘重 只有你不懂 她搭卖 她搭卖了你的心中 属于我的家路 所以你也说 我 我不是你 我不是你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做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做 这是唯一能 还为我的理由 她搭卖了你的心中 她搭卖了你的心中 属于我的角落 所以你也说 所以你也说 我们 不是你 和我 是我想太多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做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做 这是唯一能 安慰我的理由 我想我没有 错怪了什么 谁让你不说 或许说 在我 才问我太多 爱了你太多 是我想太多 你总这样做 但你却没有 但你却没有 真的心疼我 是我想太多 我也这样做 这是唯一能 还为我的理由 谁让他动 我 在不然 我 因为我 也就是飓说 我 能ědom 我 还是 Given 太好听 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 在进弊段的时候 就是那股力量 我受不了了 感动 感染力 这首歌里面有很多的委屈 有很多的努力不被看见 它不管是爱情也好 它可以套用很多人的生活的场景 我觉得只要有那个委屈感 这首歌它就有它的光芒 接下来我们的难度又上升了 依然是我画你猜 但是我们这次呢 我笔画的不是歌名 而是歌词内容 所以你们要根据 我笔画的歌词内容 来猜一下 我笔画的是哪一首歌呢 猜歌词 这更难呢 这要猜歌词 下面这道题应该来说 是一道送分题 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请大家 答不上来显得我们好像很笨 哈哈哈 请看题 哈 请答题 扎眼转 扎眼 看到了一个什么 转了一圈 天 什么 什么 我刚刚也想接毛 但是不像他睫毛玩玩的 我知道 什么 睫毛玩玩眼睛扎扎 后一句了 后一句是 睫毛玩玩眼睛扎扎扎 他还转了一圈了 还 哦 哦 他是这样的嘛 对啊 他吃都不怕 睫毛玩玩眼睛扎扎扎 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装 没错 其实是非常明显的 睫毛弯弯眼睛眨眨 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 我现在觉得她演得非常好 请看题 拜 请答题 别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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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说再见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来 Duke 我知道 你说 我知道 我知道 等一下 Duke听错 我知道 请李久哲回答 我们背对背拥抱 最后 回答错误 就不是这首歌 不是这首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没错 就是张学游老师的 吻别 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竞争激烈了 TK时候 关键赛点了 请看题 请答题 请答题 他看到什么东西特别细细的 这简讯吗 手机拿出来看简讯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听到了风 后来我放在我的手 在口袋里 他重新在创作呢 回答错误 新年快乐 大家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还是什么 听还哭的声音 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 好像也没有 他后面是笑的 不对 我尽力了 可以了 进来进来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 我知道 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 我排着队 那只爱的好马牌 回答正确 厉害 恭喜男权妈妈队 获得本轮的胜利 请揭晓你的演唱曲目 胡夏 终于轮到你唱了 我 今天唱的这首歌呢 是2008年的十大年度单曲 哦 而且这首歌 在雨天的时候 它的那个播放量 就会飘升 这个 该不会是 算是送分点 夏雨天 哦 这首歌当时 我觉得算是全民青春的一个BGM 我们看那个KO空间的BGM 都是夏雨天 写的那个简介都是 夏雨天了 怎么办 我好想你用的是那种火星文的那种文字 哦 青春的回忆 来 今天我就是唱夏雨天 欢迎期待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胡夏为我们带来 南全妈妈代表作 《夏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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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声音还挺好听 太美了 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 谁和我一样 等不到她的谁 爱上你我总在学会 寂寞的滋味 一个人撑伞 一个人擦泪 一个人好累 怎样的雨 怎样的夜 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雨要多大 天要多黑 才能够有你的体贴 其实没有我 你分不清那些差别 结局还能多明显 别说你会难过 别说你想改变 为爱的人不用抱歉 怎样的雨 怎样的夜 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怎样的雨 怎样的夜 怎样的我能让你更想念 爱 雨要多大 天要多黑 才能够有你的体贴 其实没有我 你分不清那些差别 结局还能多明显 别说你会难过 别说你想改变 被爱的人不用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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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清那些 最后的那个哑咽 太棒了 很少人敢把这首歌副歌再升C 对 她唱情歌 特别像女歌手唱的情歌 到她嘴里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我特别喜欢听男生唱这首歌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它是一个少女的感觉 但其实这首歌是一个痴情者 一个付出者的心态 所以我觉得你完全抓到那种 谢谢 这是我自己写的歌 可是我觉得他唱出的感觉 是我已经超越了 我那首写歌的感觉 真的 我相信曾经翻唱这首歌的人 以后不会再翻唱 这首歌的创作也是 我第一首被杰伦肯定的创作 那时候我记得是在杰伦的 某一场演唱会 对 然后那时候跟宏哥也在 他在拿着一张椅子做健身这样 然后我们就在旁边 给杰伦听这首歌的demo 他是很难得他说 这个副歌 蛮有记得 他只要这样讲一个 其实他就代表 他已经很肯定了 因为通常他没有感觉的话 他听他说 哎哟 新歌喔 就走掉了 就走掉了 就可能就还好 接下来请各位完成金曲前奏 猜歌挑战 喊出我知道 抢达歌曲名 率先猜出的队伍 获得优先演唱的机会 请听题 我知道 我们一般我们知道 你们都可以放开一点 别紧张 一般深深在这都是 我知道 他就蹦起来了 我们都是蹦起来抢的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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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太客气啊 咱过年了啊 我现在是真不知道 什么来 我一个人说忘了 张也的歌 万事如意 就是他声音特别美 我说的对不对 我们的孙岳姐来唱 我们的孙岳姐来唱 我今天要唱的 每个人MT3里面都有啊 浪漫满屋的 浪漫满屋的 对 中文版本的主题曲 What can I do 这首歌很难听 上学那会儿 经常听 What can I do 对 很好期待哦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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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孙岳演唱 南拳妈妈代表作 What can I do 没雨的海 会很空白 没冰红茶 夏天不要来 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 没有风也要白 想要飞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我的爱碰到你 怀不起来 What can I do 你的人像泡面 无处不在 What can I do 装可爱 还是要说个明白 What can I do 我爱你可不可以 你也很巧地爱上我 可以的 没茶的路 会得奇怪 没人比赛 赛场say bye bye 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 没有风也要白 想要飞快跟我来 What can I do What can I do 我的爱碰到你 怀不起来 What can I do 你的人像泡面 无处不在 What can I do 装可爱 装可爱 还是要说个明白 我爱你可不可以 你也很巧地爱上我 我的世界因为有了你 没有风也要白 想要飞快跟我来 Ż particip году enta podcast 赛场 是我 difficulty 说个赛场 爱一直在 比赛场 买可爱 无处不在 What can I do 装可爱 还是要说个明白 What can I do 我爱你 可不可以你也很巧地爱上我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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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a Dada Dada What can I do 我爱 看到你 装可爱 What can I do 我爱你 可不可以你也很巧地爱上我 太棒了 好好听 太感动了 被电到 真的被电到 谢谢 我好喜欢这个版本 真的 我不知道可以有这么慵懒 然后还有big band的 那你知道我也不知道 我原来觉得 应该是你的小清新 我就按着你的小清新链 但当我收到方景的伴奏的时候 哇 荒家老师就给我来一个浪漫的小爵士 谢谢 我们抓到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 月姐的心里住着一个少女 至今未变 第二个关键词是 应该把简称放在杯中晃一晃 哇 一边晃 一边品 一边听 就很甜美是吧 好 接下来请完成音乐问答挑战 听完歌曲片段 根据提问喊出我知道抢答 率先达出两首歌曲的对 获得优先演唱的机会 从中找线索 请听题 一边的全部事 说破口补 这是唯言的事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要的全拿走 听阶级听阶级听 自数自数自数 好 应该是自数 请各位音乐人 喊出我挑战 并正确演唱歌曲片段 及挑战成功 行了 那这 交给你了 这送分题 燕民哥 好 原唱来一遍 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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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他快 是忽悠人的 其实他非常的容易唱 是吗 你只要掌握他每一句 把第一个字当重音来唱 就方便很多 你看 看见的都在消遣 特价卖出他不管他贵贱 就会很容易 有个重音就对了 看见的都在消遣 特价卖出他不管他贵贱 看见的都在消遣 特价 看见的都在消遣 特价卖出他不管他贵贱 特价卖出他不管他贵贱 看不到这 来 我到我们这里还是唱 好来 我来我可以 看见的都在消遣 再一次 再一次 好像在滑雪 好像在滑雪 特价卖出不关他贵贱 特价卖出不关他贵贱 一个想不想看见 不是吗 朱哥 你帮忙一下 不可以 不可以 来 你再听一次 好 来 你看 看见的都在消遣 特价卖出不关他贵贱 好难 你可以的 看不见 看见的都在消遣 买不出的 看到鬼剑 一个街 一个拍照 关了门 我们不相见 好听 好像不行 我拿了 我试一下吧 好 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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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高低了 稍微低一点 不然后面唱不上去 一年 两年 三年 已经沉默寡言 好聚好伤 听着也处处可怜 看见的都在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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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街 这一个一拍照 一拍照一拍照 七年 交了再满了 关了门 我们两步向前 恭喜卫寻挑战成功 请听下一题 这是数字了 肯定是 是数字了 刚才这个歌词里面 没有出现什么样的气球呢 我知道 我知道 B 大的 回答错误 我知道 美的 回答错误 我知道 B 花的 请李久哲回答 黑的 是黑的 因为黑的是第一个 黑的 白的 红的 知道 我刚才说黑的 不是 是 花的 回答正确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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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听下一题 请问 有机会 有机会 没有机会 请问 在刚刚的歌曲片段中 出现了几次痛呢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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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知道五个 我知道五个 我还没有讲 我先说我知道 大哥 我先说五个 对 你说 五个 回答错误 十个 十个 因为两遍嘛 十个 十个 我知道 十个 两遍 回答正确 对 两遍 我想的是那一句 我以为是那一句 九泽 虚晃一下 恭喜胡彦兵队获得优心演唱的机会 请揭晓你们的演唱歌曲 哇 我们接下去有请魏寻来演唱啊 这首歌我还去做功课 这首歌是在冠军榜一直缠联104周 哇 而且这首歌是男人必唱的歌曲 哦 哦 一定会去KTV唱的 必点歌曲 这首歌是冰冰哥的金曲 叫做男人 KTV 哎呀 好战这个金曲 哇 我觉得这首歌 它有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 其实我们所有的成年人 就有的时候啊 他面对生活的新的问题 有的时候就三无知己好友 就约在一起 我们就KTV棉发发呆吧 我们就聊聊我们的过去吧 这首歌真的 能够互相给对方一些力量 我觉得这首歌的价值和意义就都有了 那我希望冰冰哥能够 喜欢我这个这首歌的演艺 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 加油 好 接下来有请魏寻为我们带来 胡彦斌代表作男人KTV 他把稳别的旋律改到了前走 对 因为我的歌里面有超稳别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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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你的伤心过去 一对男人下了半不畏惧 十几个人管在KTV 唱着青春 随风远去的回忆 说着念头 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 男人歌 唱给谁来听 下一首 有没有你心情 我和你幻别 在爱无人的街 唱谁又唱出我的情节 男人歌 唱给谁来听 下一首 有没有你心情 你的背包 让我走得很缓慢 成一曲那首歌 是唱的他自己 男人歌 原来 唱的都是不敢说的 心情 干杯 一队男人下了半步回去 十几个人管在KTV 唱着青春 随风远去的回忆 说着念头 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 男人歌 男人歌 唱给谁来听 下一首 有没有你心情 我和你幻别 在爱无人的街 我和你幻别 一队 在歌 叫我和你幻别 谁唱的他自己男人歌 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 心情 太棒了 棒棒的 太棒了 好紧张真的 来坐 唱得真好 太感人了 就在原唱的面前唱 跟我自己在舞台上那种 就表演不太一样 但是你还是有唱出 你自己的味道 对 所以我觉得魏群唱出一种释放的感觉 所以我们 你有被感动到 有 真的 真的 那真假音转换 好厉害 最后那个男人歌 那个后面的那个塞 就可以听得到那个真的很痛的感觉 我刚刚听完魏群的演唱 我就有几个感受 我觉得第一个是魏群 他一定有很多的知心的好兄弟 第二个 他和他们一定有故事 对 所以这是我刚刚听完之后 我的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 谢谢 能得到原唱冰冰老师的认可的感觉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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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完成看照片 十歌手挑战 率先猜出的队伍即可优先演唱 请看题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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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来 王兴玲 回答正确 恭喜 恭喜回应兵队 获得本轮优先演唱的机会 请揭晓你们的演唱曲目 今天深深演唱的这首歌呢 应该算是在我的歌单里面 这是最难唱的歌之一 它是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然后它也是一个动画片 叫《情时明月》的主题曲 哦 《月光》 《月光》 对 这首歌三个字 有十五个弯 示范 示范一下 谢谢 过情观 谁敢闯 哇 就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弯 好弯啊 非常弯 那我们就赶紧来 期待期待 看周深的表演好不好 好 我也好期待 我接下来要演唱的这首歌 是胡彦斌老师 在2008年发行的一首歌《月光》 这首歌也是国曼当中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月光》 女子香 泪断前情多长 有多痛 不自相 忘了你 孤单魂 随风荡 谁去笑 痴情啊 这红尘 那战场 千军万马 有谁能沉默 过清光 谁敢闯 我明月 心悲凉 千古河 轮回尘 眼已闭 谁最狂 这 世道的无常 注定敢爱的人 你身上 我心灭了 我心灭了 你身上 你身上 有多痛 無自相 忘了你意義 孤單魂 隨風蕩 誰去笑 痴情啊 這紅塵的戰場 千軍萬馬有誰能沉默 過清光 誰敢闖 過明一月 心悲涼 千古河 輪迴著 眼裡閉 誰醉謊 過清光 誰敢闖 過清光 忘明月 心悲涼 千古河 輪迴著 眼裡閉 誰醉謊 噢 這是道德無常 註定敢愛的人一生 傷 第幾個詞 對我實在心悲涼 今天是不用的 對我實在心悲涼 對我實在心悲涼 董燮 我實在心悲涼 我實在心悲涼 但是我覺得這首歌 對我實在心悲涼 全是我做的 都是你做的 对 对对对 厉害 陆珠给我写一首 好啊 可以啊 那我也想邀一首 姐你要等啊 我已经约他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我十几年前说 彬彬你帮我写一首歌 我可以 后来他太忙了 不是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 九泽的歌 他自己写的歌 非常的好听 可是我也喜欢你的歌 很好听啊 不写一首啊 不写一首 对 接下来有请李久哲队 揭晓你们的演唱曲目 还有杜哥和郑姐 对了 对不起 我今天 玩这个游戏 这个太难了 我习惯了啊 我每次都输了 是吗 我习惯了 那今天要唱什么歌 今天呢 我要来唱这首就是 你的 你的06年发行的歌曲 06年啊 06年 而且火变了整个乐坛 拿了最佳南歌手奖 对 是哪一首 什么 那首歌名呢就是 什么 我会好好过 对 接下来 有请阿渡为我们带来 李久哲代表作 我会好好过 你的爱很像泡沫 太近或太重 都不在手中 都不在手中 我的爱就像天空 太放火太熟 你都知是疯 你来过 你来过 却爱上只有 你出走 我不问理由 我不问理由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总有个角落 会让你想起我 会让你想起我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相右或相左 都有我 站在这里守候 你的爱很像泡沫 太近或太重 太近或太重 都不在手中 我的爱就像天空 太放火太熟 你都知是疯 你来过 却爱上只有 你出走 你出走 我不问理由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总有个角落 会让你想起我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相右或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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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我 站在这里守候 你留下很多 你留下很多 跟我面对寂寞 寂寞不重 总是爱太多 总是爱太多 我会好好过 当你回头 看到的一定 是我 是我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总有个角落 会让你想起我 会让你想起我 我会好好过 等你才爱我 相右或相左 都由我 都由我 站在这里守候 我可以 Auto 我帮你 张蓝鱼 太感人了 你说他的声音 他声音唱着就这样 太有特色了 太有特色了 谢谢 杜哥的声音太有辨识度了 真的 他俩都可以互相换着唱歌 你们俩真的可以 这首歌杜哥以后都给你 我们互换吗 太好听了 我刚刚听到了杜哥唱这首歌 我非常多的画面 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就觉得 没有机会当歌手 因为我的外表的关系 就不像就爱豆或是帅哥 可是我心里想一直都想唱歌 那个唱片公司看我的照片 就觉得哇 这个脸不行很危险 这个不行了 怎么这样 我就很伤心很难过 我打给我妈 我妈妈说 儿子 你的鼻子要不要真心一下 然后我很难过 我说妈妈 你怎么这样 就是你给我的鼻子 妈妈 他说不是 是你爸爸的鼻子 每一个唱片公司拒绝我之后 我那个时候的老板 他去银行借钱 为了帮我发我的第一张 然后我录了这首歌 被那个评审们的肯定 然后给我机会做更多更多的音乐 给大家听 杜哥一直唱的时候 我还在想这个画面 就是一直有很感谢的心 我觉得现在时代不同了 只要你有才华 一定有一个舞台属于你 好声音就是会被听见 听了阿杜哥唱这首歌 我觉得九泽的歌 好像都是很痴情男人 而且他的歌都是从自我找问题 我会好好过 包括前面 是我想太多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了 都是我的错 问题在我这里 真的 艳边 咱们认真地看看他俩 来 刷 你看这两个男人 他俩谁更苦 谁更苦 我觉得九泽应该比较苦吧 我 他刚刚的故事已经讲成这样子 他还不够苦 我跟你讲 我们说的都不算 我们把这个问题 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好 好不好 如果觉得阿杜苦的请考一 请考一 如果觉得李九泽觉得苦的请考二 好不好 别这样了 这是大过年的 那好吗 这好吗 那我们最后最后一首歌 其实就期待田正杰了 所以正杰今天唱什么 正杰今天要唱的歌 就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2005年发的一首歌叫《解脱》 对 这个歌 这个歌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我进录音室的录的第一首歌 哦 然后很期待 真的唱这首歌 一定有 一定不一样的感觉 一定不一样的感觉 哇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有请田正为我们带来李九泽代表作《解脱》 我看到李九泽代表作《解脱》 我们带来热的电视剧 深度好睡眠 喜临门 深度睡眠关系临门 深度好睡眠 时光传经典 君乐宝减醇酸奶 时光音乐会 下节更精彩 君乐宝减醇酸奶 时光音乐会 现在继续 怕这糖喝减醇 这里是君乐宝减醇酸奶 独家冠名播出的时光音乐会 时光音乐会 首先合作伙伴拼多多 零百元红包 林元强iPhone14 时光音乐会 官方合作伙伴香飘飘 李宋香飘飘 暖心暖意到 时光音乐会 深度睡眠关系临门 深度好睡眠 时光传经典 上微博搜索时光音乐会 分享节目观后感 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 明天初期就要开工了 月姐怎么你状态这么好呀 因为我有零这糖的减醇酸奶呀 这可是我保持好状态的秘密武器 过年每天来一瓶 健康营养还没负担 年前我存了好几箱呢 我也想要快点恢复状态 正需要没负担的减醇酸奶呢 试一下 今天浓郁真好喝 接下来有请田振为我们带来 李久哲代表作《解脱》 爱永远都是难题 失去分寸太容易 谁都是凡人不够小心翼翼 有时候忘了珍惜 上海来得太无意 有时爱太急 需要空间呼吸 然后不断不断自责 然后不断自责 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 永远都忘了不断自责 拥抱越精通越深刻 谁不会舍不得 现在我给的获取 并不是你要的 如果分泪是唯一的解脱 最后的话我来说 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 遗憾让我来过 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 连未来也没有我 爱着你 那是我的执着 让你哭泣对不起 为了爱成熟委屈 说过的承诺 其实还没忘记 越是在乎的关系 越是相处不容易 伤害了你 我也失去勇气 正常越狠痛越深刻 然后不断自责 我们都忘了最初的快乐 拥抱越精通越深刻 谁不会舍不得 现在我给的获取 并不是你要的 如果分泪是唯一的解脱 最后的话我来说 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 遗憾让我来过 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 连未来也没有我 爱着你 仍是我的执着 走到感情关键时候 却握不住你的手 还能有什么借口 让爱再回头 如果分泪是唯一的解脱 最后的话我来说 最后的话我来说 如果永远你不必再难过 遗憾让我来过 就算过去的回忆太脆弱 连未来也没有我 爱着你 仍是我的执着 爱着你 唯一的解脱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哇 我觉得很感谢这首歌 因为刚开始我是跟 麻吉团体出道的 我那个时候的老板就跟我讲 今天你的名字是小胖子 小胖子 对然后我们就去很多活动 就开始 大家好我是小胖子 然后就全场就开始笑我 我那个时候还是因为 因为那团体 大家都认识了我这个小胖子 但是后来我因为这首歌 解脱 大家就知道我离久着 我今天特别要感谢 感谢三位真的非常优秀的创作人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时光音乐会 特别棒 谢谢 祝你们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里平平安安的 快快乐乐的 谢谢 让我们一起祝福观众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最后幸福 那是lk的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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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έχει bek?. 新年快乐 一切直接到账 好多人都领到了一百块 哇 这么好的春节福利 让我们一起去拼多多领红包吧 嗯 哇 哇 火锅 火锅 牛肉 太丰盛了吧 自己动快啊 自己动快啊 来来来 吃个面了 来 这个厉害厉害 其实过年啊 太棒了 就是要放开吃一下 对不对 哇 来了来了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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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来到时光业会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嗯 时光音乐会 首先合作伙伴拼多多 零百元红包 零元强iPhone14 时光音乐会 官方合作伙伴 香飘飘 李宋香飘飘 暖心暖意到 时光音乐会 深度睡眠关系 临门 深度好睡眠 时光传经典 君乐宝 减醇酸啊 时光音乐会 下节更精彩 君乐宝 减醇酸啊 时光音乐会 现在继续 动感新青年 一起放光芒 动感地带芒果卡 邀您一起观看 时光音乐会 零百元红包 零元强iPhone14 拼多多提醒您 下期看点 让死忘记我 让恐惧起我 你对一生破旧 而歌声却温柔 被我漫无目的 的四处漂流 爱是永恒的你 另一个自己 情火中感印象光亮 在天天床中 也要坚强 时光音乐会 第二季 每周五十九点三十分 湖南卫视 芒果TV 咪咕视频 联合播出 会员尊享 深夜食堂编 会员Plus版 等更多精彩衍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